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台 我是陈竹儿 今天邓宫 淡水邓宫国小 为了培养学生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特别定今年为国际教育年 将校园里的布置都加入国际化的元素 更搭配在校内展出的国宝级画家陈传播画展 培训了画展导览员 希望透过陈传播的视野 让学生认识自己生长的家乡 也看见不同的世界 为人让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 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淡水邓宫国小特别订定今年为国际教育年 透过教师自主教学群组的方式 带领学童一起参与制作各国工艺品 以及文化教材 而今年邓宫国小也在校内展出 台湾国报级画家陈传播的作品 透过画作让学童看见陈传播眼中的本土 以及全世界 邓宫国小更透过高年级学童 对画作的感受与理解 将作品的意境传递给学弟选美 回到台湾定居之后 他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必须靠着他的妻子 来为他做丰补的工作 来补贴他们的家用 那你看到这幅画上面 最高的楼是哪一楼 这一楼 那这一楼呢 他当时只有三层楼高 但你比较小看他只有三层楼 他已经是当时整个嘉义县里面的第一高峰了 那后面有人推测呢 全世界的画这一幅画一方面呢 是为了提醒自己的家人 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 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背负不起自己的经济重担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画树叶的方式 前面那幅不太一样 那前面那幅呢 他使用的是用点描法的方式 那这边他使用比较弯曲的方式 一样做出了树叶的建成 要成为画作前的小小导览员可不容易 从五年级开始 一直到六年级毕业 训练台风 接触导览课程 透过音架式学习的方式 教师提供学生史料 而学童自动自发去补充资料 在自行消化 并内化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才有了今天轻松自如的导览展现 大哥哥大姐姐解说 带着我们的小孩子 来认识我们这些画作 透过孩子的语言 他们可以去用孩子的 平常可以了解的语会 来介绍他们所认识的这些画作 然后介绍他们 怎么样从艺术的眼光 来欣赏这些画作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画展的整个过程 将它落实融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而邓宫国小教务主任表示 配合国际教育年 邓宫图书馆也举办国际书展 积选各国特色图书 搭配教师手作的教材活泼呈现 引发学生阅读兴趣 再透过国报及画家陈陈波的作品 认识自己生长的家乡 也看见不同的世界拓展国际观 记者许端艺 廖品涵淡水采访报导